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萧峰 谢谢各位听众 观众 我们总统虽然仅仅上台不到半年的时间 我发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他几乎不到半年的时间 全部否定了欧巴马总统的所有外交政策 欧巴马引以为傲的美伊核协议 他否决了 他现在回来跟以色列 跟沙特 跟埃及交好 来围堵这个伊朗 我们欧巴马引以为傲的 我们和古巴恢复邦交 前不久我们总统下令继续封锁这个国家 第三个 我们欧巴马更引以为傲的签署了巴黎气候协议 欧巴马总理说 总统说 我 我可我也 我们总统是为了反欧巴马 而欧巴马还是说真的觉得欧巴马做错了 我相信基本上是对于价值观的不一样 对于前景的什么是对美国好 不一样 那么他所谈的这些都是非常有争议性的题目 那可是我们前总统欧巴马最因以为傲的外交资产 但是就是因为他这里头 换句话说 这就牵涉到美国很多的这种自由主义 美国的欧巴马的政策后来基本上是 发了neoliberal 就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 跟克林顿是一脉相承 但是新自由主义跟新保守主义以前我也讲过 其实你除了一些表面上的有些不一样以外 它的整个的这个信念是一样的 一致的 这一样就是在外交政策上 美国的制度是最好的 OK 这个就是他不讲美国了 就是犹太跟基督教所创造的这个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 OK 那么世界现在已经慢慢的走向这个全球化 OK 那国家的传统国家的力量就越来越四威 有一句话嘛 可能都不说过嘛 人权高于主权嘛 所以他必须要 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话 要这个这个主权的传统主权的观点比较淡化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这个现在需要 是一个世界需要一个一个一个仁慈的 这个这种这种这种这个世界领导者 那么这个或者说一个一个判官 他 所以这三点 New liberal 跟新自由 跟新包子 所以基本上都是共同认同 所以他们的外交政策 也许在表面上像伊拉克政策 他跟中东的在新自由主义的话 更强调于搞颜色革命 然后去用外面的力量来把它搞掉 那么尽量减少美军的直接的参与 从这个中东讲了 中东讲的话 奥巴马中东是失败的 所以呢 而且美国在中东的所有盟友都不高兴 不高兴 所以呢 那么再讲说这个气候协定 那么这里头也是牵涉了很多问题 你是不是人为的就政府的这样的介入 是真正 首先气候问题跟那个碳排放之间的关系 我个人没有完全被 我看了很多书 起码科学界没有一个最后的结论 一个不是那么清楚的东西 要全世界的人去投下来 OK 那么这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OK 所以这里头也可以理解 然后呢 对于那个伊朗的 你刚刚谈到这个跟伊朗的关系 和协议 和协议 那么他基本上讲 在我觉得这个中东政策 将是川普的外交政策中间的重中之重 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干 而且现在也有些成就出来 那么他所用的这个国防的官员 不管是这个这个那个 奥巴马的东西做错了 当然川普也认为做错 所以川普用了他们 OK 所以从这个讲 我倒不认为是因为说跟奥巴马过不去 那么基本上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的前瞻 看的不一样 按照川普讲 他是想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 现在面临着很大的阻力 上一任总统 想回归美国传统的新自由主义 传统的保守主义的 上一个总统是谁 就是小布什 小布什原来他的竞选的时候 就讲说我不干涉其他国家 我也不要给他创造制造国家 但是后来因为911被钱力 跟Rumsfeld忽悠了 一个国防部长 一个副总统 把他整个政策绑架了 所以呢 这就可以见到美国这种 精英阶级的 对这个美国的这种重要机构的控制 所以呢 川普 所以我想是说 川普本身是认为说 我不要少介入那么多东西 他说了我不要做世界警察 他不要做警察 OK 这也是为什么他反对奥巴马的原因 那么你要反对的话 你现在如果说 你不改变你的中东政策的话 第一个威胁是什么 以色列所要威胁 那是 以色列是川普的 这个No.1的Body 那是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他想解决这个困难 就是减少以色列跟苏尼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 那么这个苏尼阿拉伯国家 埃及 沙特是头头 海外国家跟着后面跑 没错 然后呢 那个什么 约旦呢 这些国家的话 基本上的话 你也会 他不会站在边 但是他基本上会follow 所以把这些国家搞在一起以后 他怎么样 利用着逊尼的势力来 稳定中东 改善跟以色列的关系 同时把伊朗的力量给他圈住 这是他的目的 现在过去这几个月来 就两个月 他第一 他访问那个沙特 就是一个月前 就是一个月前 这一个月前 你看到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他访问沙特回来以后 我当初就说 哎呀 最后油价要下跌了 因为油价从来就不是那个 结果这几个礼拜以来 油价从五十几块钱 跌到那么四十二三块 是 世界变化那么大 变世界的供需变化那么大 你可以讲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但是促成这个变化的 就是一点 要再利用石油 对付谁 俄罗斯跟伊朗 跟伊朗 OK 这这么点 那么最近这几天 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卡达尔 对 卡达尔 OK 卡达尔的自己 他这个海湾国家 跟他断交 说他是支持恐怖主义势力 也说白了 就是你偏向了 伊朗势力 所以为什么这几个国家同时间要跟卡达尔绝交 而且就在特朗普走了不久之前 是 之后 那特朗普也说了 这个特朗普的在在在做商人 那么 我还那么对他最有益 最有 他开始第一 第一开始说 是卡达尔需要减少对恐怖分子的支持 然后他又说 你们这条件的话 最好公开提出来 OK 然后公开提出来说 能不能够就是不要那么苛刻 OK 因为很简单 卡达尔花了120个亿 所以我说 川普从沙特买了1000 沙特达了1100亿 1100亿 卡达尔又给他120亿 所以他这一次上中东事情 立即收获1200亿 然后十年之内 沙特要搞3000多亿 对不对 美国的军火业 这下子美国的 Block Martin还有波音都发 所以美国的 你想想看 回想 川普在刚刚上任的时候 跟他们 跟那个谁 他们说 你这个F35要降价1 3 这个人也同意了 对 所以我都说 川普在这方面 还是非常 这方面非常成功 卡达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是美国的中心司令部 那也很重要 对美国来讲 是不能够放弃的 所以这个里头就牵涉到 一个中东的 一个很大的格局变化 牵涉到沙特跟 沙特阿拉伯跟伊朗的冲突 牵涉到埃及跟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冲突 牵涉到 那个苏尼的阿拉伯跟以色列 跟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 那么 你如果看这些东西来 我觉得川普把美国的位置放得非常好 有力的条件 而是美国现在是游刃有如鱼 你想想看卡达尔 他一方面拉了土耳其跟伊朗 他被封锁以后 土耳其伊朗赶快送15过来 对不对 然后土耳其马上派军队4000人 OK 他过来 现在沙特跟埃及 他们的四个国家的条件 就是说你要把土耳其的 军队轰动 但是真的能够保持卡达尔安全性 当然是美国 对就美国 因为美国不然在跟他那边的空军基地的话 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空军基地 一万多人 而且美国的中心是落在那 所以美国是在这里头 卡达尔要美国来 所以美国中间开始做做核实劳 他们这样的搞 所以你说从外交政治看 你说不讲对与不对 从外交的策略而言 川普扭转了奥巴马时期的被动 一下子中东变成他主动了 所以就用张教授您自己的话来说 我们总统心心念念的想是要重返中东 而不是重返亚洲 但是美国也要重返亚洲 是这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确实我们总统不仅仅是把我们前总统欧巴马的 所谓的外交的政治遗产全部被否决了 最主要他扭转了美国在外交上的很在某些地区的这个被动 特别在中东地区 美国现在在中东显得越来越有主导性 而且反恐也好 叙利亚的问题也好 美国的气势越来越好了 阿富汗问题也相应的得到了一些缓解 当然了 虽然我们大家认为说 我们总统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说我要重返亚洲 但是美国是不可能不重返亚洲的 前不久在新加坡举行的这个 这个香格里拉对华会上 美国我们那个国防部长Madis也就公开讲了 未来的目标是不会变的 但时间上我们是根据美国的实力 根据美国的需要在一步一步调整 美国重返亚洲也好 美国在亚洲的未来的也好 有一个核心的东西 那就是中美关系 现在从4月6号7号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之后 两国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平稳 而且两国的第一次的这种高阶的对话 所谓的2加2的对话 我看到很多西方国家的评论 大家非常吃惊 美国搞2加2对话只给自己的盟国 这次开放给了中国 意义是什么 2加2这种会议的形式 基本上就是反映了美国主导世界 三大力量的两个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利用外交则中 另外一个就是军事 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 它原来外交还有经济的 OK 所以外交政治经济跟军事 这是它的三个最主要的手段 所以中国从1991年以后 走苏东坡以后 按照当时的新保守主义 其实认为就是中国很多人就 就是包括那个Walf Walf Walf 就是我们小数十的前国防部副部长 他那时候就就在他主持会就提出 中国是他最大将来的美国最大的地位 OK 所以这个形式 这个估计基本上是受到美国 这个新保守主义跟新和那个 支持的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共同支持 那么传统的所谓中国的 中国通 就是从二战韩战以后 留下来的那些中国通 可能不支持的东西 但是他们随着年龄的 无情的 这种自然的规律 慢慢慢慢都被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说这个川普的亚洲的政策 那么他放弃了欧巴马的这个TPP 也放弃了欧巴马的亚太在平衡 不用这个名字 不用这个名字了 但是最近你要知道 穆迪印度的总统 对正在美国呢 正在美国 然后呢 美国日本跟印度 将在这个印度洋 一个大规模的 大规模的巨演 美国 消把最好的 这个无人机 以20亿美元的代价 卖给印度 这个东西其实很清晰的 那么你也不能怪 这里头真正 最差最后幕后的一个支持者 就是以 McCain为代表的军方的这种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对 就三 那个 亚里桑那州的 参议院 参议院 麦肯恩 那么 这里头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说 川普的上任 因为他的世界观 跟这些人不完全一样 但他现在必须受到很多这种牵制 所以呢 他在某种程度上面 那么会让这个事情继续进行 那么可能要用一个什么 那个谁 麦肯恩讲的 叫做什么 亚太的 新的安全措施 对 反正新的安全观 新的安全 反正不管你什么口号 OK 这都不重要 但是事实上 这个 对这个亚太的局势 会有什么 将来什么大的影响 既然中国讲了 我不求这个军事上面的 对 我不追求军事上的一个绝对优势 那么中国不可能 就是 美国怕的是 中国将来有一天 控制的那个 这个 南海跟印度洋 是 所以他一定要拉着日本 拉着这个 印度 印度 但是 中国既然不寻求这个 这个 控制 这表面 这基本上是美国的安全上的一个措施 就是 最后的一个手段 那么 这玩意儿从印度讲的话 他 从这里头拿到俄罗斯 拿到 带俄罗斯 带美国 再玩完中国 OK 中间得到最大利益 这也无可厚非 人家其实玩得好 你没话话说 是 这没什么说呢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但是呢 川普给了中国 在我个人认为 是一个很难得的 一个最好的一个机遇 这个机遇 这个机遇是什么呢 川普 没有 美国原来一方面 是提出的这种 这种制度的优越性 OK 所以呢 现在 中国这个制度不好 那也有一群人 包括台湾的很多人 跟大陆的一些朋友 在美国的也把 在大陆也把 也跟着忽悠我 OK 美国他们都是圈子 最好 我们这个不按照 不合那个制度的话 就不行 OK 所以 但是川普呢 给中国的一个最大的 好的地方 就是说 他以美国总统之尊 公开 说 美国的以前的这些 这些东西 这宣传的制度 不是最好的 有缺点的 因为这不是针对中国 他针对俄罗斯的时候 针对俄罗斯的时候 针对俄罗斯的时候 那时候 谁访问他 CNNS 谁访问他的时候 不 是Fox的 Bill O'Reilly 对 Fox的Bill O'Reilly 他现在离开Fox 访问他的时候 就说 你看俄国人 搞了 又介入美国的选举 那川普就说 我们不常常介入 世界各地的选举 各地的东西 OK 然后呢 然后说普京是一个杀人犯 可以杀很多人 那个川普就说了 其实他说 我们难道更好吗 对不对 所以他就是很真实 这代表真实的想法 所以这里头的话 就在意识形态方面 给中国了很大空间 对于中国 我一直认为说 世界进入一个关键的时期 那么传统的西方这一套 不管在各种方面 已经走不下去了 OK 为什么呢 这有很多内部的矛盾 大家只是做个鸵鸟 大家不愿意承认吧 不愿意看 不愿意承认 就这样拖下去 拖不下去的 OK 不管怎么样也拖不下去 一定要改 那么川普代表就改的一个 一个 当你认识的话 你必须要改 就可以接受其他的 alternative 选择 张教授说到一个很重要一点 也就是说 其实在奥巴马到今天 美国的智库们都不都不否认 奥巴马的后期 基本采取对中国是一个遏制的战略 对 而且他的遏制战略的核心战略这个基础 并不是说基于美国在什么地方受到挑战 还是意识形态的东西 就是意识形态 对 所以无论他的提出TPP 还是纵容日本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行为 武装周边力量 对周边国家 鼓励周边国家挑战中国 一切一切 他都基于一个意识形态 然而 当川普上台了 对 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并不强的总统 对 他认为是说 我们不比别人好多少 我们美国现在需要的是 把自己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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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意识形态 请你先让边 先让我跟中国做生意 先让我跟中国大家共同发展 那么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当你承认说我自己 说我们有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的话 那么你就不会排斥另外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一种企图 因为我们知道的不好 我们当然想找个更好 那是 我觉得这个才是中国必须要追求的 就是说我们如何 我不明白要把你的制度打垮 但是你制度现在有问题 OK 你总统都讲了 对不对 OK 你这些问题 美国很多这方面的著作 把他拉出来讲一大堆 OK 你不能讲 我也可以讲 OK 有很多很多这种事实的根据 没错 那么大家想说 OK 你不完美 我也不完美 OK 我们两个大家想办法 大家用 就跟做实验一样 对 科学怎么进步 就从实验中验证 对不对 那么你人的身体 为什么生物能演进 就是人生物在一支competition中间找到最好的 你想想看 那个女人受孕的时候 金子什么几亿 什么十亿的 是 怎么选出一个来 那么一个就是最优秀的 对了解 因为他不管怎么样 他达到了目的 所以这玩意儿不要太多理论 就是大家去做 那么我觉得在这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我觉得换句话说 中国的有些的做法 他的美国 就要知道 从川普而言的话 他的角度就不会完全 你刚刚所说的 就是以意识形态来讲 不对 那举个例子讲 中国现在想在搞 习近平讲两句话 他能不能做得成 我不晓得 但是我有两句话 我觉得是有根本上的意义的 他讲的很直白 房子不是给人住的 而不是来朝鲜 OK 那教育也是一样 教育是为了要教育的 那教育也不是为了 那么发财 那你同样的道理 你人的科技的进步 对于很多人 参与的人讲 也发财 赚点钱是好事 但是也不一定是说 要到 你不能以战权作为一个 根本目标 而且我赚的目的 我赚的我一个人通吃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个制度是面临 那个变更的情况下 川普的当选 可能在这方面 给中国有更大的空间 中国自己要好好的应用 也就是说 中国现在在善加利用 中国很有可能 又有了一个战略的 所谓的机遇期 而且对于中国来讲 目前来讲 中国现在习近平跟川普的 4月6号 7号两天的会晤 还是产生了很大的效果 是 起码中国一个方面 中国对美国表达了一个 单方面开放市场的 这样一个愿望 美国也单方面表达了 对中国的很多核心利益的尊重 特别是美国放弃了 以意识形态作为一个 对华战略的根本 而且中国美国起码 当然大国之间的 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 总会在很多地方表现出来 南海问题 所以很多美国的学者说 中国只要不在南海 做美国不想看到的事情 美国并不介意 中国是不是在南海建了个岛 或者是不是扩了一个礁 最重要还是要看 中美之间 随着共同利益的逐渐累积的时候 合作是多于分歧呢 还是我们的分歧多于我们的合作 时间关系我们先休一下 回来以后 我们继续邀请张教授跟我们聊